危机解密创办人性侵细节遭解密 英国卫报日前报道 危机解密创办人艾桑吉在瑞典性侵案的细节 指控艾桑吉的A小姐说 艾桑吉借助她家时跟她发生性行为 A小姐说她有拒绝艾桑吉 可是她霸王硬上弓 最后她同意跟她黑秀 但条件是要她先戴保险套 艾桑吉同意戴套 但保险套却在中途破裂 隔天艾桑吉和A小姐吃饭 另一个男性友人和艾桑吉的粉丝 W小姐也在场 艾桑吉跟W小姐之后一起去看电影 同天晚上A小姐在家帮艾桑吉开派对 她透露艾桑吉不但暴力 也是她最糟糕的一次性经验 W小姐之后打电话找艾桑吉 两人上床黑秀两次 第一次有戴套 第二次却没有 W小姐说她不想不戴套黑秀 但懒得再跟艾桑吉说一次 W小姐之后联络A小姐 要找艾桑吉 两人要求艾桑吉去验艾滋 艾桑吉不肯 两个女子气得一起报警 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 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 最好的 优优订阅 最后 你喜欢